大家好 我是阿七 我现在在西藏左贡 这里离左贡县城的话还有20公里 今天我准备出发前往县城 前天从东达山下来到达这里非常冷啊 东西全部淋湿了 所以我昨天在这里休息了一天 把东西晒干了 今天天气还是好像下雨的样子 出发 今天白天天气不是太好 感觉随时都会下雨 这里的海拔是4000多米 到县城的话是3700度 到达左贡 一路下坡前往左贡 中文明都会被迫 一路下坡前往底下 什么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什么东西 石榴吗 我觉得有点像石榴 前面快到县城了 还有几四公里 这应该就属于县城边上了 没想到一进入县城 它就下一场雨来欢迎我 正式到达左贡县城 欢迎进入左贡 下一个线还有两百公里 八速县 现在已经到达左贡城区 一条河两边建造的一个县城 网上的话大概就是找一个这种凉亭吧 就可以搭个帐篷 这里已经有一个人搭了个帐篷 就在这边了 感觉应该还不错 就这个下面 滕灰生活潮湿 基本上都是船车 航车之类的 先把一瓶水喝一下 渴死了 先把位置占一下 不然等下下雨就好不好没位置 这就是今天晚上的露营地了 上面有一个亭子 还不错 旁边就是一条河 这条河的名字叫玉雀河 这个地方风蛮大呀 感觉 摆在河谷里面 感觉得搭帐篷 要不然就得都穿进衣服 坐在这里还有一点冷 很多网友说要拍风景 大家说这个风景有什么可拍的 每天其实都一样 灌粗粗的山上里长一点草 要不然就是一点这个房子 在县城就有一些房子 每天的风景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拍个几秒钟啊 一分钟啊就够了 我感觉就不需要整条视频 都拍这种石头啊 泥土啊 小溪流啊 并没有什么意思 就像这条河一样 我给它拍个三秒钟不就够了吗 把这个车推出来了 放这里晒晒太阳 看这个小鸽子 刚刚出去挂了一圈 找到一个地方可以打水和冲击啊 就在那个超市旁边 我现在先去把那两壶水给它打满 往上用来做饭 免费提供饮用水开水电一车一位依次停客 挺不错的 在这里打点水 电用完了也可以来这里冲 水打好了 我在想今天要不要去买菜 暂时还不用走法 先回去吧 现在准备去买点肉啊 买点肉回来炒点菜吃 好久没吃肉了 虽然还是吃不了啊 那个 米发 买了这么一点东西40块 一瓶气10块 两瓶20 买了一点点肉十几块钱 还买了一包冰糖 8块钱吧 每共40 帐篷也大好了 哎呀 做饭吃 做饭吃 我包里面还有一颗洋葱 然后今天买了一点东西 这里有多少肉啊 感觉没多少 单价44 净重0.312 6两肉 买了6两的肉啊 13块钱 14块钱 直接把这个做饭的全部下下来了 虽然现在水不需啊 但是 还要去打 谁也要节约用水吧 先把这个锅洗一下 两个锅都洗一下 今天煮碗粥喝一下 吃了好几天的面条了 这一煮又是一锅 因为 一般的话我都是煮两瓦 这次就把这个米洗一下吧 米已经需要了 加水加水 其实我不喜欢待在县城 县城这个都要烧气 10块钱一瓶 太贵了 在野外的话可以烧柴火找一个地方 用这个板挡着都不行啊 风有点大 我准备拿到帐篷里面煮吧 放在这上面了 然后这个蒸板的话 我们得切菜 今天晚上猪肉炒羊汤 还有一点包菜 我在想要不要放进去 先把这个包菜切出来 就全部切成丝 然后今天炒一个肉丝 再把这个洋葱切出来啊 洋葱切好了 再把这个肉切一下 把这个肉洗一下 好少啊 感觉切成肉丝的话比较比较复杂 就直接切成小片嘛 小片 尽量切小一点的那种片 把肉给它切成条状 等一下炒一炒就 还可以 哎呀 忘了买一个生抽了 今天又没有生抽 菜都切好了 等一下粥煮好的话 就可以炒菜了 风有点大 现在风太大了 我准备到帐篷里面 再炒菜吧 外面风大的话 那个火的话也根本烧不起来 现在帐篷里面的话 在煮这个粥啊 看到了吧 挂大风了 看一下这个粥有没有煮好 我感觉应该是差不多 可以了可以了 炒过去一下 马上就可以炒菜 先擦干一样 来点油 哇 这在帐篷里面 烧火挺暖和的 我去 在外面风吹着又冷 现在还有点热 放肉 没有粘锅 还是挺好的 放在蒸板上面烧好一点 不然的话 等下这个底子烧通了 肉里面要加一点盐 先放洋葱 这里面还有一点包菜 拌进去吧 洋葱炒肉 然后加着一点包菜 现在把它焖一会 打开给它放一下 不然的话底下都烧糊了 上面还没熟 今天就炒清辣一点了 清炒 本来我是想放一点 这个老干妈的 但是想一想 还是不放了吧 等下 吃的时候就 晚一点就好了 可以了可以了 比较清辣 看到吗 没有加酱油啊 没有加辣椒之类的 OK 开饭开饭 还是需要来一点老干妈的 不然的话一点太不下饭了 就放在这个菜上面就可以了 味道还是不错的 这又是不知道时隔多少天再一次吃肉了 这又是不知道时隔多少天再一次吃肉了 晚饭吃完了 休息会儿吧 吃完饭躺了一会儿 现在就往外面出太阳了 天气蛮好的 现在 现在晚上的快九点钟了 哎呀 下午我来的时候 这边是空无一车 现在你看 停了 都停满了 这个亭子也搭了帐篷 这边也搭了帐篷 这边也都停满了 这里算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 停车点嘛 就是露营点 左供这个地方应该是 最方便停车的 那前面就是左供的一个夜市啊 然后这边就是下午的那个超市门口停车场 现在晚上九点钟啊 感觉 挺冷的 还是躺到帐篷里面去吧 这东西有点多呀 感觉睡觉都睡不起来了 就这么一个 翻炒垫的一个位置 旁边都放的放满东西了 这个充电的 目前的话可能还要在左供线 就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还要待个几天啊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等我这个高压锅的气泡 现在买的这个不配套 必须要等网上的那个来了我才能走 之后的话就才能做饭 我已经吃了 一个多星期的面条了 主要我是一个 吃米饭长大的人 所以你叫我天天吃面条 确实很难受 在我的印象中 面条就是早餐 最多最多是早餐了 中午和晚上是一定要吃米饭的 但是没有想到我现在是 吃了很多很多天的 面条了 不过还好 偶尔还能煮个粥喝一下 也算一种调剂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到左供线站等快递 明天再见朋友们 拜拜